行動第一槌 今年二月新竹市長高鴻安 參加新竹市第一座社會住宅 開工祈福 但新竹市府一百一十二年招標案 市府上億標案 德標公司從設立到德標 既然短短一個月內就做到 一百一十二年度 社會住宅包租貸管計畫決標 採取最有利標 當中採購集聚巨額 預算總金額達到一億一千六百三十八萬 由三家公司德標均分 當中的這一家會創管理顧問公司 德標金額三千八百七十九萬 今年六月十九號核准成立 一週後也就是六月二十六號 市府開始招標 新成立公司 隨即在七月二十號 拿下超過三千萬標案 實際來到德標廠商 會創顧問管理公司的登記地 可以發現這個地址 包括高鴻安的好朋友 陳童妍的童馨國際 也登記在這 他們這邊是 營業登記而已 我這邊是商戶總經 而這家同心國際負責人 陳童妍跟高鴻安關係匪淺 就在高鴻安出訪日本時 跟陳童妍兩人還開心合照 而陳童妍更是新竹市選委會委員之一 由於地方選委會首長 可以建議名單高鴻安是否用人為妻 引發聯想 一家剛成立一個禮拜的公司 既然能夠取得新竹市政府三千萬的標案 不禁令人懷疑 這到底又是一家什麼特別的公司 現在連包租貸管的標案 都看到高鴻安的好朋友 高鴻安你也太巧合了吧 從獨更案存在建商影子 再到了市府標案 得標廠商地址似乎和高鴻安有關係 一連串的巧合 如果說是剛好而已 機率該有多低 截稿前新竹市府沒有回應 夏立宣 黃丞波馬月魂新竹報導